各位好 我是李碧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夜间新闻 从周末一直到今天 在国际上所关注的焦点就是印尼 火山爆发之后呢 引发海啸 那么今天晚上最新的灵难人数统计 增加到了至少373人 受伤人数也升高到1459人 还有128人下落不明 那么搜救行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死伤人数预计还会有变化 另外目前了解到的 毁损建筑物达到了700多栋 总统左柯威今天下午也到灾区看宅 河面上船只翻覆 附近房屋也成了废墟 印尼遜他海峡上的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爆发 引起海啸造成严重伤亡 目击者回忆当时情况还心有预计 救难队还在持续寻找更多受困民众 由于道路毁损严重 重型机具进驻困难 救难队还在持续寻找更多受困民众 救难人员只能徒售清理或是加派人力 我们有帮助从三个马特拉的运营 也有帮助保护 印尼总统左柯威 周一下午前往海啸重灾区探视 再次强调危机还没解除 民众不能掉以轻心 直到现在火山活动还在继续 专家不排除未来有二次海啸的可能 当地发布的大潮警报也将延长到周三 政府也呼吁民众远离海边才是上策 大海新闻正宇宣编译 印尼的这场海啸 班迪格兰县的沿海受创罪为严重 慈济的勘灾小组已经抵达了救难中心 和军方商讨后续救援的工作 还有印尼的大爱台透过空拍 记录了海啸过后海岸旁边的建筑物 全部被冲毁的状况 而且意外参与了抢救海归的过程 原本是住宅密集的村庄 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上百公斤的海归也被冲到树上 职工协助海归冲回大海 在强大的冲击力下 房屋几乎被冲毁 许多道路受损严重 禁止进入 军方和救难人员全力抢救 当地村民是仓皇逃离 大多在清真私避难 在回到家园时 眼前所见已经不是熟悉的景象 重灾区距离亚加达 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十位慈激志工组成 勘灾先行团来到班底格兰 与军方商讨后续援助 印尼在9月时发生过海啸 又再次 印尼海啸灾情严重 国际社会也纷纷地伸出援手 例如新加坡红十字会宣布 捐赠了5万元新掐波币 相当于台币110万元 要给受灾民众购买 目前最需要的物资 另外各国领袖也承诺 会提供人道援助 还有教宗方济各 在耶旦节前带领信众 一起为灾民祈福 正在窗口旁的教宗方济各对着圣伯多路广场上的群众挥手 耶旦节前的周日祈祷 教宗带领大家为印尼受灾民众祈福 这场海啸导致严重伤亡 教宗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美国总统川普也在推特上贴文 对罹难者表示哀悼 并承诺美国愿意提供支援 欧盟执委会主席荣科 致函印尼总统佐科威 表示欧盟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援助 联合国也承诺 一旦雅加达当局提出要求 将立刻动员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星乐会国际联合会 已经与当地民众组成联合搜救队进行紧急救援 新加坡红十字会宣布 捐赠大约110万台币给印尼受灾社区 购买包括绿水设备 茅潭等物资 同时也派出两人到当地支援印尼红十字会 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 给予最坚强的后盾 大爱新闻旅方编译 接着来关心国内讯息 一手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系教授王志玉 他研发设计雷射针灸技术 运行的手法不受限定格 而可以针对需求移动针尖的位置 同时可以改变重插轻体的频率 那么另外对于某一些轻微的症状 病患可以在家里头进行自我诊疗 这一项研究获得了科技部的优等奖 传统针灸当针扎入穴道 中医师还会用体擦的手法来补气或泄气 正气不足 我们用补法帮你提升上来 提升它的代谢 它变相发炎现象 那我们用泄法把这个里面这个所谓的邪气 也就是让它代谢恢复正常 换个方式设定好机器 程式就会自动找到穴位开始雷射针灸 酸酸热热的 仔细看光点大小会变化 表示雷射光点聚焦的深浅不同 其实我们用雷射针 既然它可以做提擦 那我们也控制它的力度 也可以控制它的频率 我们就可以去模拟这些提擦的手法 让雷射针灸它可以更多元化 坊间雷射针灸只能定点刺激 一大医学工程系教授王志玉 利用镜片改变雷射光的聚焦点 达到提差效果 让雷射针灸更接近中医师手法 大家学问派云甄 郑瑞平高雄报道 近年来民众对于拥有健康体态的观念 是越来越普及 重训的年龄层也从年轻族群 扩展到老年人 医学有研究说 发现重训不仅仅是增加肌肉量 来雕塑体态而已 适当的重训还可以改善三高 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 拥有健康的体态 漂亮的肌肉线条 除了有氧运动 搭配重训 瘦身效果更好 不过重训不光是为了减重而已 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 还能有效改善三高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三四个月的一个重训 这个之后 它可以让我们体内的胆固存 有一偏是从180降到164这样 甚至让我们这个 这个脂肪的一个分布的比例 也会下降 药活就要动 根据医学研究发现 有氧运动每增加一个单位 死亡率下降13% 握力每增加5公斤 死亡率下降16% 习惯规律运动者 平均寿命增加3.7年 而重训更能强化核心肌群 增加肌肉量 不过初学者一定要有教练 指导正确姿势 初学者最重要就是 先让他的核心先建立起来 那再来就是腿部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会建议做两个腿部的动作 对分别是大腿后侧跟前侧 我们一开始会先从最轻的开始试 慢慢去试到你觉得肌肉 有感觉的时候 那个就是适合你的重量 最好一周能重训2到3次 每个动作12到15下 依照个人的适应状况 循环3到5次 不过不适合重训的人 也可以扶着墙壁或椅子深蹲 背部挺直 脚尖与膝盖同个方向 做完后肌肉要有酸痛感 才算有效 大爱新闻雷雅李健宽 台北报导 东部地区的慈济人议会 从2012年开始 每一年都会在台东长冰箱议诊 那么日前提供了内外科 牙科眼科以及中医 一共服务了149诊次 让偏乡就医困难的民众 获得病痛上的缓解 一箱箱行动医疗器材 整理上桌 慈济东区人议会 从花莲到台东长冰箱老人会馆 举行疫诊 长冰箱面临卫生所牙医师退休 当地也没有牙科诊所 都必须往台东市 玉里或花莲才能就诊 小妹妹第一次拔牙很紧张 医疗团队大手牵小手 给他增加许多勇气及信心 遇过很多那种小孩子是 因为可能那个拔牙 或是看牙的经验是不愉快的 然后造成他以后在 接受治疗的时候会害怕会有阴影 那我觉得其实要从小就有 让他有正确的观念跟知识 但是我们就是要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耐心来陪伴跟引导 这样子医疗会痛吗 不会 这个都不会 医疗提供中医的服务 帮助减缓村里大多数长辈 筋骨酸痛的问题 年纪比较长的 其实在中医的理论里面 他们都会有一些 肝肾退化的问题 那反应在身体 就常常会是有一些筋骨酸痛啊 或是睡眠不好啊这些 透过适当的药物 或者是立刻的做一些 针灸的治疗 其实都可以去缓解这些酸痛 这次医护后勤团队60人 服务共149整次 无论距离多遥远 都要守护花东民众的健康 大海新闻 珍山美之宫土华光台东报导 台湾的医疗技术 以及慈禧的人文呢 也吸引了一些海外的民众 来到台湾求医 像是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马来西亚的郑家乡 他的脸上长了超过 三个拳头大的恶性肉瘤 生活受到影响 2014年开始反复地进行手术 但是却也一再复发 让他几乎是放弃治疗了 结果这个肉瘤越长越大 后来经过马来西亚慈离 志工的介绍 他来到台湾准备接受 花莲慈离医学中心的手术 希望可以拥有新的人生 作者轮椅 在家人与志工的陪同下 来自马来西亚的郑家乡 一早从马来西亚经过多次转机 终于来到台湾 就是要治疗脸上的恶性肉瘤 肉瘤几乎盖过他半边脸颊 影响他的生活 四年间反复进行手术 但肉瘤仍一再长大 让他曾放弃治疗 直到联系上马来西亚慈离志工 经过转窃才找到了 重建面容的希望 他从医院回来 他昨天晚上就没什么睡觉 都很期待说要赶快过来台湾了 很期盼说慈禧医院这边 能够给他另外一个新的人生 历经一天的长途旅程 其实相当疲惫 接着还必须搭击前往 花莲慈禧医学中心接受手术 在路途中因为身体不适 而需要稍作停留 但为了能解除病苦 再多辛苦他都会坚持下去 戴爱新闻贩售一时英豪台北报导 天主教国度菲律宾 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庆就是耶诞节 不过在首都马尼拉 有很多的街友从12月初到现在 很难融入在欢乐的氛围当中 他们三餐不济 露宿街头 对此慈禧菲律宾分会 准备了1000份的生活物资 作为耶诞礼物要送给街友 希望他们都可以温暖过节 十二月的马尼拉街头 有耶诞灯饰庄点 充满节庆的氛围 然而一转身 在昏暗的街角 却都是无助街友的身影 四季菲律宾分会要为街友 举办耶诞发放 志工提前两天上街普查 尽其所能 要把已准备好的1000份物资 都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发放当天志工在马尼拉街头 搭起帐篷 等待街友领取物资 这次他们准备的 都是大家日常生活 能用得上的必需品 Masaya sila kahit konti lang ang tulong natin sa kanila pero yun ay talagang mga bagay na kailangan nila sa everyday use Ang nakikita ang kadalasan nakukuha namin 6 8 misan 4 lang ito 2 bag yan pasasalamat ko hindi rin ako nagsisi 21岁的爱玲 父母离异 18岁就当了妈妈 先生靠骑三轮车 载客赚钱为生 一家人 露宿街头好多年 志工送来的耶诞里 不但减轻大人负担 孩子们也在活动中 感受到真正的过节喜悦 带来大人负担 sins of the entire talagang kasi unang unang makikita mo naman yung ibba naga agawan pae di ba kaya dapat kailangan natin mga kontrol din sila kasi kunti natin ma kontrol mga naga 阿way 阿way na ring di sila 但是我们才是继续的 但我们才是继续的 新闻新闻查理莎 雅关菲律宾报道 新闻市的四季志工 一个月会到新店 驱持老人院关怀两次 二十多年来如一日 那么在今年最后一次的关怀 刚好遇到了耶诞佳节 来自德国的志工 志工就刻意打扮成耶诞佳老人 演奏乐器分享欢乐 古筝的伴奏下 慈激志工在新店驱持老人院 进行定期关怀 红彤彤的耶诞帽增加了过节氛围 三年前远嫁意大利的林永昕 这次趁着返台探亲 也加入关怀行列 坦白说这些老人 其实就跟老朋友一样 还可以一年跟他们见一次面 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快乐的 而且我觉得 因为跟大家一起活动 其实已经像是有一种 家的归属感 志工每次送爱都会精心准备节目 这次的主角是来自德国汉堡的提尔 他是慈激外语队读书会的成员 希望把这样的慈善行动 也带回他的故乡 因为我们实际在佛教里面是蛮有特色的 那其他的国外的宗教团体大部分都是非佛教的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宗教的交流 做一个慈善的交流 除了音乐表演 志工也依照往力帮老人家打理门面 新加坡志工徐轩宜 因为工作经常往返台新两地 这次也没错过当志工的机会 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都是以帮忙照相 那来这里是真正地跟他们有做一个进一步的互动 所以说因为体会到我们真的是要感恩能够付出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方面的温暖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不同国籍的志工意外齐聚在台湾 为老人家服务 这份爱跨越国界也跨越宗教 大爱新闻这上美志工 沈玉莲 高权发 杨韵卢 台北报道 2018年进入了倒数一个礼拜的日子了 宋旧年迎新年 台北市内湖慈济志工 也为环保志工举办了志工感恩会 有好几十位年龄在80岁以上的受量菩萨 手舞足道非常的利落 而谈到做环保的坚持 也让年轻人相当的钦佩 五百多位志工齐聚慈济内湖联络处 圆满一场总年龄万万岁的感恩会 82岁的洪阿勇鼓励年轻人投入健康之道 97岁的林园慧保养身心持之以恒 做环保护大地 银法长者们经验传承 更希望绿色环境永续 大爱新闻珍善美之工 五零零连建新台北报道 高雄近思谷队的成员 趁着岁末祝福之前 动手做了几百份的面包 以及上万颗的水饺 为的是要目心目爱 护持大爱电视台 意识番茄 然后另外一个是巧克力柳橙 揉面团加紧赶工 这些高雄近思谷队成员 要在岁末前把爱新面包赶工出来 就是护持大爱台 因为这群年轻人其实就有 共同发愈一个溶洞 所以就是希望说 透过这种点滴汇聚的概念 让他们可以去学习 用小钱小力就可以付出 来帮忙的都是志工 其中黄大展自己家就是烘焙业 不敢受指导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 在外面做的其实不太一样 然后这边又是志工 有人发挥所长净分析 不过更多人是从零开始学 包进去我们爱心 但是你给客人的品质 当然不能太差 对 一定要在一个很完好的状态下 用爱发酵出的面包出炉 从包装到运送全都由志工承担 你定的是数量是五包 五包吐司 一盒水饺一颗面包 让年轻人珍惜行善行效的机会 再度用手心的温度汇聚爱心 大爱情文件新王昭中高雄报道 今天是许多民众喜欢的平安夜 台中花博的大爱馆 即日起也可以感受到佳节气氛 因为慈济职工用心布置环境 搬来了椰蛋红 也特地用回收来的宝特瓶 做成一个个的灯笼 高怪在大爱馆的外面的树上 也是要迎接2019年 迎接夜旦节 志工在大爱馆外打造植栽墙 搬来好多夜旦红装饰墙面 红色粉红色花朵点缀 美轮美奂 这头忙着布置夜旦红 另一头志工爬高 把宝特瓶灯笼一一挂在树上 要洗它哦 要很漂亮 要洗它就好了 阳光下宝特瓶灯笼显得特别耀眼 宝特瓶回收在地用 你看一个太阳光照下去 就像琉璃佛光普照 这花博可以接引很多人 来了解环保 做环保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 让伙众可以说来 很入心的 知道要怎么做环保 要怎么爱护地球 我们吃得太老了 我们就要拍照了 每天看到一遍 我们很好玩 志工用心 参访民众有感受 这些宝特瓶灯笼 全是无日慈祭志工用心制作 宝特瓶有厚度 费力裁剪后固定粘贴 变身灯笼吊饰 所有材料都是从 我们的那个环保回收厂 收集过来的 那主要有小的底部 就是有宝特瓶的底部 把它剪下来 然后可以装饰在里面 从收集到制作 每个环节都不马哭 希望参访的民众 都能感受耶诞节 温馨气氛 大爱新闻 黄锦亮学信林圣茂台中报导 本来耶诞老人 在北极圈内的家门口 正接受亲朋好友的歌声祝福 准备踏上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旅程 就是给世界各地的儿童 送耶诞礼物 感恩您收看今夜新闻 祝福您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